Hello 大家好 我是招地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八人突击小队为了坚守阵地 和一百多人的恐怖分子展开激战的战争动作片《巴尔干边境》 在一片树林里 一只俄罗斯突击小队正在执行任务 四周太安静了 给人的感觉总是不妙 几个人刚准备行动就遭到了一阵猛烈的袭击 女狙击手受伤 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时一个敌人冲了出来 和突击队的人打在了一起 正当老王准备干掉敌人的时候 却被队友给拦了下来 因为北约方面要活捉敌人 刚说完 对手就捡起匕首 直接捅向了队友 这可把老王气得不轻 每一会儿直升机赶到带走了众人 在飞机上 受伤的队友还是没能坚持住 愤怒的老王想暴揍人质一顿 没想到被美军指挥官给制止 这更让老王无法接受 自己的小队出生入死 到头来还要听一个外人的命令 人无可忍的他直接把人质丢下了飞机 这可麻烦大了 回到基地 高层直接开除了他们几个人 自己的上司光头也受到了连累降职 时间很快来到了1999年 以北约为首的联合部队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空袭了南斯拉夫 整个城市硝烟弥漫 此时 大卫拉着快要生产的妻子来到了当地的医院 护士安娜带着妻子刚走进去 一颗炮弹就炸回了医院 大卫慌忙地跑进去 看着众人刺散逃离 唯独不见自己的妻子 当找到他时 这间妻子躺在病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此时 大卫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爆炸声不时地在耳边响起 还是在安娜的提醒下 他才跑了出来 安娜为了救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差点死于炮火 三个月后的莫斯科 老王的上司接到了上级的任务 要他带领一个突击小队去占领南斯拉夫的一个军用机场 这个机场的战略意义重大 一定要坚持到自己的维和部队赶到为止 上司接到任务就决定重新启用当年被解除军职的老王他们 几个人没有了军队的那份荣耀 似乎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老王此时就在南斯拉夫 他托人办理护照想要回国 哪知护照被警长识破 老警长就让老王坐自己的手下 帮忙处理一些警情 这天他们接到了报警 一个度假区遭到了血洗 老王和几个警察赶到的时候 地上到处都是尸体 只有一个小女孩躲在床底下逃过了一劫 老警长一看就知道是胡子哥的人干的 这些人看似穿着军服 实则是一群恐怖分子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另一边 光头上司逐一把曾经的队员找到 他们也都愿意为了那份荣耀再大干一场 光头也承诺 这一次任务结束之后 会恢复大家的军人身份 还让他们拿到属于自己的荣誉 然而老王只顾着忙自己的事情 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老警长得到情报 说胡子哥拦截了一辆大巴要买路钱 他害怕乘客会有危险 就带着老王和两个手下赶来过去 胡子哥也不是等闲之辈 他早就安排好了狙击手在山上 为的就是预防被人偷袭 老警长的一个手下小马违反了命令 独自冲了过去 老王一看山上有狙击手 也紧跟着跑了过去 他要把狙击手干掉 不然小马可能性命不保 就在狙击手要射杀小马的时候 老王及时地送他领了盒饭 枪声一响 胡子哥的手下用枪指着一个乘客威胁老王 老王什么场面没有见过 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枪 干掉了几个混混 老警长为了感谢老王的帮助 主动给了他一本护照 他来到车站坐车 刚好碰到了安娜 没想到在半路再一次碰到胡子哥他们 这些人看安娜有几分姿色 就心生歹意 关键时刻还是要老王出手才行 他利索地控制了胡子哥 顺势拔出枪干掉了几个人 打晕胡子哥之后 带着大家逃离了这里 他把伤者送到了医院 随后安娜就跟着老王走了 胡子哥遭到了这样的羞辱 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 他不但打死了老警长 还抓走了十几个平民 随后在医院找到了安娜 胡子哥想让安娜说出老王的地址 如果不说 就把抓来的平民逐个杀掉 安娜逼不得已 只好交代了老王的住处 与此同时 光头的人已经来到了这里 原来就是胡子哥在控制着军事机场 胡子哥一行人刚离开 光头的人很顺利地 就解决了看守机场的十几个人 一会儿功夫便占领了机场 俄军维和部队 在接到信息之后 立即奔赴了机场 此时老王带着小马他们 也跟着线索来到了机场 他以为是一场恶战呢 没想到碰到了昔日的队友 在消除误会之后 还把安娜从死人堆里头救了出来 胡子哥知道 机场遭到袭击后 就决定侵巢而出 看来光头他们是凶多吉少了 俄军部队要次日才能赶到机场 在这期间 他们必须全力守住此地 他们买好炸弹 做好防御 只等着敌人上门 可是等来的 却是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孩 胡子哥真是狡猾 竟然用小孩来做侦查 半晚时分 大批的武装分子 开着车赶了过来 恐怖分子蜂拥着冲进了机场 已经做好准备的老王他们 猛烈地射击着敌人 击退一波进攻之后 更多的人冲了上来 等这些人跑到汽油桶旁边的时候 随着地雷的响起 大部分人都丧生火海 此时的胡子哥 则在观察着战场上的形势 他摸清了几个活力点 随后用迫击炮连番地轰炸 这一下让光头他们措手不及 没来得及转移 多多少少都受了点伤 其中一个队友腹部被炸伤 为了不连累其他人 他放弃了救援 只希望在临死前 再多杀几个恐怖分子 眼看着队友一个个倒下 光头只能干着急 这时一个队友主动站出来 开着油罐车 冲向了敌人的迫击炮阵地 和敌人来了一个同归于尽 然而此时 维和部队却接到了 停止前进的命令 眼看着机场近在咫尺 却没有办法支援 很快太阳再一次升起 光头他们已经快淡尽粮绝了 在转移阵地时 老王被胡子哥一枪击中 安娜看到之后 忍不住跑了过去 这下可倒好 老王为了不让他受到伤害 替安娜挡了一颗子弹 光头一看 这样下去可不行 开着车联合女狙击手 在火力的掩护下 带着老王躲进了机库里 胡子哥在干掉小马之后 威胁他们出来投降 此时 手枪里只剩下仅有的几颗子弹了 女狙击手不想被活捉 就要开枪自杀 在即将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维和部队总算赶来了 恐怖分子一下子四散逃离 胡子哥也想要逃跑 不料被小马的队友 一刀刺进了脖子 故事结束 维和部队接管机场之后 光头带着谨慎的三人 默默离开了这里 巴尔干半岛 因横更于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山得名 巴尔干山又被称名为血山 正如其名 这里在历史上 一直都是一个伤痕累累 流血不断的地区 科索沃战乱平息20周年 希望这个美丽的半岛 从此走向和平安宁 巴尔干边境战火不再复燃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